有请发布嘉宾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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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这里是《非诚6加1》 特别节目新发布 我是思琴格日乐 当我以一个歌者的身份 出现在大众视野的时候 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咦 它从哪儿冒出来的 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想 如果有这样的一天 我一定会给大家好好讲一讲我的故事 告诉大家我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今天我终于等到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在这里呢 感谢《非诚6加1》 感谢新发布 本来呢我是想 带着我们内蒙古的最烈的白酒 门岛驴来给大家敬 敬上一杯 但是呢 今天我想换一个形式 给大家敬一首歌好不好 充满了酒香的一首歌 充满了烈性草原白的一首歌 我有请一下我的那个 马头琴 曼我伴奏一下 酒歌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有没有人醉了 听到我的歌声 陶醉了是吧 非常感谢 今天呢 我也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 我们少儿频道的红果果绿泡泡泡 还有我们中国著名的喜剧表演艺术家 柏林老师 因为我做的一个歌手啊 口才肯定不如他们 所以他们是最棒的 所以今天我请他们来到我的节目 多帮我说一些 其实大家可能知道我是一个摇滚歌手 是一个贝斯手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其实我的专业是一名舞蹈演员 十二岁的时候 我就背着父亲送给我的军用棉被 然后还有一个弹药箱当作我的那个小箱子 然后一个人从西林哥勒大草原来到我们内蒙古的经济文化艺术中心 呼和浩特市呢 来完成我五年的专业舞蹈学业 我觉得那个时候呀 我唯一的梦想就是将来一定要作为一个舞蹈家 所以呢为此我付出了 我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努力 还好我当时学的特别的好 因为我的辛苦 因为我的这种刻苦 所以呢我五年都拿了这个 我们学校的这个班级的三好学生 所以这个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对吧 那个时候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 但是我们的运动量非常的大 我们几乎是从早晨五点钟开始就起床 然后跑步 然后上毯子工 那个之后呢我们可以有时间吃一顿早点 然后之后就是连续不断的这种大运动量 比如说基本功 然后民族民间舞 然后蒙古舞 一整天的七八个小时的大运动量 所以那个时候正在长身体的我们 就特别特别的能吃 那个时候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吃 四五个大馒头 那简直就是不在话下 真的是饭量惊人呀 可能是这个当过舞蹈演员的这个人都知道 就特别特别能吃 我记得有一次呀 我们同学家境好的同学在从家里呢 寄来一箱方便面 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方便面 所以全班同学特别好奇 然后就在那 在一个宿舍在一个床上就这样等着 看他要怎么办 拿这一堆干巴巴的这种面要做什么 然后呢 就看他拿出来那个大的铝放盒 然后把这个方便面放进去倒上开水 然后就让我们等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啊 他一打开那个铝饭盒的盖 我们就闻到这个味太香了 我觉得 这是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了 然后他就开始吃 我们班十几个同学 十二个女生就眼巴巴的这么看着 好羡慕啊 真的好香 然后他吃完了之后 给我每个人喝了一口汤 我们觉得 哎呀 真的是 我那次觉得永生难忘 这是世界最美味的东西了 方便面 我觉得我现在要给大家展示一段我的舞蹈吧 因为那个时候 虽然很多年都不练了 但是呢 我觉得你们还会在我的身上找到 小的时候那种童子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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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t change the way you am but it ain't no need tacking me but it ain't no need but it ain't no need to the voice you don't have a right no to write a big word but you don't wanna hop in the low and you don't wanna think it's something 蒼海一星巣 鋪鋪兩望茄 浮沉翠浪 知彼今次 春天草 紛紛世上前 誰乎誰盛出天字 春天草 紛紛世 映夜寂寞 浮沉寡星流一座曼城 我們找一下我們專業的點評一下來 我們專業的 跳得特別好 跳得好不好 好到什麼程度 比我和柏林老師跳得好 我不信 柏林老師點評一下 真的棒 四個字 千交百媚 各種音樂風格只要一想起來 他就得心用手 這就真正童子宮 但柏林老師我覺得有一點沒看懂 他這個舞從頭跳到尾 他這筷子用了那麼多次 主食什麼時候上呢 現在隆重的邀請 揚發 不是 主食 主食啊 我以為上主池了 這不錯 我跟你說 這藍目路這麼多年 沒有出現過這種效果 上主池 上主食 我跟你說 魔心倒菜啊 這個四星姐姐在台上這個跳舞 我覺得作為一位女性 我都會被她深深地吸引出 作為一名男性 就更加被吸引了 那我就去問一個問題了 你覺得剛才 詩琴格爾勒的表演 是他更美 還是紅果果更美 對 我就 估計我主食米飯就會問這個問題 所以說 就跟好多我們問小朋友一樣 喜歡爸爸還是喜歡媽媽 都喜歡 都美 那他們倆誰是爸爸 誰是媽媽呢 都是我的女神 好 所以我們再次掌聲給詩琴格爾勒鼓勵 太棒了 很棒很棒 繼續 其實小的時候呀 我的性格就是那種 不善言辭 不會表達自己的一個孩子 老師和同學們都不知道 那個在電視上每天扯著這個嗓子 大喊的這個 歌星詩琴格爾勒 跟舞蹈班那個斯金格爾勒是一個人 他們覺得這是兩個人 所以很多年知道 這個是一個人的時候 他們覺得非常驚訝 我永遠都熱愛我自己的家鄉 每次回到家鄉都有一種充電的感覺 所以呢 我也希望 也呼籲大家熱愛草原 因為它非常脆弱 所以為此我寫了一首歌 叫草原草原 在這唱給大家 為此 这里曾经美若天堂 曾经风吹草地线牛羊 寒风吹不过那道灰烫凉 酒去河而闻眼如花 如间草原开满狂场 迢迢大陆与同乡留繁华 充满幻想的城里人们也来长相 可草原却在忧伤 天堂 天堂 爱上 天堂 天堂 爱上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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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儿开满山岗 无人的孩子 无人的孩子 骑着河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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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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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 有意见 如今转将代替了绽放 故人的歌声怎能穿越旷野 这样的流氧问我怎样去想 安静的无人却在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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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吧 从舞蹈学校毕业之后呢 我就放弃了做舞蹈家的这个梦想 转而成为了一名贝斯手 那个时候呢 总是能在电视上啊 或者朋友的这个来的电话里 听到他们赚了如何如何多的钱 然后买到了怎样怎样的乐器 所以当时呢 我们四个小伙伴毅然决然的 死了工作 然后就跑到南方去了 当时呢 从这个内蒙古到南方要走 大概是两天三夜 或者是三天两夜 非常远坐火车 我们又没有钱买这个飞机票 所以当时走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 然后到了深圳 我就觉得哎呀 这个地方太棒了 但是说告诉我们 还要坐一段那个汽车 才能到达目的地 那个地方叫淡水 其实我们下车以后 我举目四望 真的是荒凉一片 满处都是被挖的沟啊 什么推倒的房子 然后没有一点这种 电视上看到的那种 深圳的那种景象 所以当时我一下车我就懵了 我说我们要去哪 这就是一个小渔村 我们去哪赚钱呢 当时我就有点崩溃 我说不行 你们放我回去 我要回去 然后我就发疯了在那 然后连哭 我要回 因为太累了 又觉得太失望了 到的地方 但是没办法 我已经回不去了 所以只好被乐手们拉着 往前走着 一直拉到了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他们告诉我们 你们要扒袋子 然后学会所有的这种 就是在南方流行的流行歌 让我们一首一首的扒 我的记录是三天三百首 你可以问一下专业的这个音乐人 三百首写下来 他的谱子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 就是基本上不吃不喝不睡 非常的艰难 然后一到了晚上 我就发现那个 他那个那个舞台上经常有那种 吱吱吱的声音 而且是打架的那种声音 我说这是什么动物啊 老是在那吱吱吱的叫 吱吱吱叫 然后有一天呢 我就大着胆子 把舞台上的灯光一看 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 你知道南方的大老鼠是什么样的吗 灰色的 就跟猫一样 而且他们尾巴那么长 拖着那么长的一根尾巴 好一群老鼠在舞台上 就窜来窜去的在打架 当时我真的脸色惨白 一屁股就坐在那个舞台的边上了 就是那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那待了好几个月 其实这样的日子过了 差不多有两三年 然后我们赚到了 可以买一把琴的钱之后 我们就想 这不是我们要待的地方 我们需要回到北京 需要坚持我们的摇滚梦想 然后94年的时候呢 我就率领着我们的乐队 或者是我们的乐队率领着我就回到了北京 还好到97年的时候 我们签约了一家长篇公司 但是那个公司的这个基地 就在一个仓库的大院里边 那个仓库的大院里边呢 大院里边盖起了两栋 两排那个小平房 然后我们就住在那儿 其实刚住进去的时候 那个房子还是湿的 就刚刚盖好的那个小平房 是潮湿的嘛 还没干透 但是 我觉得这个环境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每天呢 就非常正规的 早上起来练琴 然后晚上早早的入睡 就这样 突然有一天呀 我在房间里练琴的时候呢 就听到我们这个 我们的鼓手 当时有一米九的大个 突然传了一声惨叫 然后就没动静了 我们当时所有的人 就从那个房间里边冲出去 说找他怎么了这是 然后一听那个声音 是来自那个洗手间的 那个洗澡间 然后那儿有一个垫的热水 热水喷洒了 然后他在那儿洗澡 我们就敲门 我说你怎么了 晕倒了 还是怎么回事啊 然后半天没动静 一会儿他就裹着一个那个 就裹着一个那个浴巾就出来了 就挪出来了这样 我说怎么了 都问他怎么了 他说蛇 蛇 我说怎么可能有蛇呢 不可能 真的 蛇 你害怕吗 我当时真的是 我觉得不可能他在胡说 但是第二天 我真的在那个草丛里 看到蛇了 是那种橙色花纹 上面有黑色花纹的那种蛇 我当时我就问那个 看门的老大友 我说这儿真的有蛇 他说真的有 他说那个仓库库房里边更多 所以那个从那个一刻开始 我们就觉得 哎呀 我每天上床之前 就这样先把被子掀起来 看看有没有蛇 然后把床底下 看看有没有蛇 才敢进去入睡 真的那个时候 非常的非常的苦啊 那个时候呀 我们的这个经济条件 也非常的差 吃了上顿 有时候就没下顿 而且呢 有的时候病了的时候 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有的时候就扛 白开水 白开水 扛 连买药的钱都没有 就已经在北京 就混到那种地步了 非常惨 有的时候 想去看朋友的演出 比如说他们告诉我们说 在三里头有一个 非常棒的那个国外的乐队来了 你们要不要去看 我们说好啊 去看 但是怎么去呢 就算 大家说如果 四个人打一辆车呢 也是挺贵的 好几十块钱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想我们公共汽车 不是能省点钱吗 然后出去等啊 等啊 就等不来这个公共汽车 后来我们说 那我们跑吧 我们一帮人 我们四个人就跑啊 跑完了累了就走啊 走完了 最后终于就挨到了三里头 走到那儿啊 三里头南街 看那场演出 真的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现在想起来好苦 但是那个时候觉得 还在路上乐呢 然后我们的鼓手还说 你看 我的一步顶上你三步 你太矮小了 就这种 就这么过来的 所以呢 我在这儿 我想特别想唱一首歌 就是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有很多时候 我想特别想喝醉 有很多时候 我越感觉疲惫 有很多时候 我的眼睛不灰 把心里的发烫在心底 有很多时候 生活并不外卑 有很多时候 伤伴着眼泪 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时候 一切跟你做对 有很多时候 我只想睡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有时候 我没有学着方向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有时候 我没有学会 原谅自己 有很多时候 生活并不完美 有很多时候 有伤伴着眼泪 有很多时候 一切跟你做对 有很多时候 我只想睡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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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学会 原谅自己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有时候 我没有学着方向 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有时候 我没有学会 原谅自己 谢谢大家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挺自豪的 因为本来可以靠脸的 但是我呢 靠的是我自己的创作 所有这些歌刚才唱过 都是我自己写的 词曲 编曲 其实大家知道 我从一个舞蹈演员 然后再到贝斯手 然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我的 这个大学录取通知书 然后跟着我们的小乐队 南下 然后北上 再南下再北上 为了什么呢 对了 为了爱情 现在我要讲一讲我的爱情 其实啊 那个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好的男朋友 那是我的初恋 一弹就是13年 他是我们乐队的吉他手 然后呢 人也非常好 对我也好 对我家里人也好 然后那个时候 最感动我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舅舅得了病 然后呢 他家住在四楼 当时 舅舅的孩子 我的表哥 他们都在外地 来不及赶过来 然后我们俩就冲过去 冲过去之后呢 是我的这个初恋男友 把他一步一步从四楼背下来 然后背到救护车上 送到医院 真的是对一个 二十几岁的大男孩 我觉得做到这样的 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但是 但是呢 从这个南下 然后又回到北 北京 经历了这么长时间 其实其中呢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 他染上了毒瘾 这个持续了很长时间 直到有一次我发现 他把自己 我们在这个南方 挣了很长时间的钱的一把 就是用花钱买的一把琴 六百块钱 抵押给了一个酒吧 当时我觉得心都 真的心都是碎了 因为我觉得 一把琴对于一个乐手来说 他就是生命 就是一个战士手里的一把枪 但是他能用六百块钱的抵押给人 我当时对他就觉得非常失望 其实在那个之前很长一段时间 我已经跟他在进行一场特别严酷的这个拉锯战 就是我希望他恢复到原来的那种状态 成为一个特别好的男人 还像原来那样 但是毒品是会把一个人 推到一个深渊里面去 你就像在拔河一样 毒品真的是魔鬼 所以我觉得所有人不要碰他 所以我们一直在拔河 我一直想拯救他 一直在拔 这样的持续了很长时间 最后终于有一天 他把琴挡出去之后 我觉得 我真的拔不动了 所以呢 我就跟他说 我说 你今天必须回家 因为在内蒙古是毒品 很难找到的地方 没有这个渠道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 我已经给你买好了车票 你要回去戒毒 我说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说 你让我去戒毒 我说不行 必须回到家乡 在你父亲母亲的身边去戒毒 然后 我就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 然后把他送到车站 他在进车站的一瞬间 我就拽住他 我说你把家门钥匙给我 这个时候我就看他眼里边 就全是满含着泪水 他想说 但是什么都没说 因为家门钥匙是我们共同拥有了13年的一个东西 不论搬到任何地方 这是我头一次说 你把家门钥匙还给我 然后他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了 然后他就回到了内蒙古 然后我的13年的恋情 就这样画上了句号 所以呢 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爱的权利 而且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份美好的这种爱情 那我心目中最美好的爱情榜样就坐在我的面前 红狗狗绿泡泡 他们是夫妻俩 你们知道吗 居然有人不知道啊 完了 我把这个秘密给套路了 套路了这个秘密 其实爱情真的是非常美好 我到现在为止都觉得爱情好美 不管是那13年的恋情也好 或者以后的恋情也好 我觉得爱情还是要憧憬的一个东西 我很少写关于爱情的这种歌 但是呢 有一次例外 2001年的时候我写过一首歌 这首歌叫新娘 我为什么写的呢 是因为我参加我的乐队的这个贝斯手 Vivid婚礼的时候 然后有感而发的 我当时特别着急 我说谁有笔谁有纸快给我 最后找着了笔 没找着纸 然后我就顺手拽了一张餐巾纸 我写在餐巾纸上的一首歌 新娘现在我唱给大家听 献给红果果 绿泡泡 祝福你们的红衣装 祝福你们的红衣装 也讨压巾红色的红衣装 有多少红衣装 有多少红衣装等待 谁记得十年前的这些 谁等待盘旋的路法 谁为曾经挪言失灭 谁为我生人流泪 穿上半的红衣裳 撈出你相恋来 情和相恋爱情 悲战之间不再梦团 谁会记得那惊惚最远 什么还是相约着未来 谁把那年春天的外相 映在今晚红衣裳 穿上半的红衣裳 撂出你相恋来 看情无法飘起来 有什么无所在抒怀 未来路总像个漫长 眨眼中云烟在脑海 未来路总像个漫长 旧花做今天 相纯的情和白 我会记得那些 我会记得那些 隆重地邀请一下 我们中央电视台的 著名主持人 杨帆 辛苦了 你好 四星歌乐 你好 在这里欢迎四星歌乐 今天做客我们 《非诚6加1》的特别节目 非常新发布 而且通过你的交流 通过你给我们分享的故事当中 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 为什么今天的《思琴格乐》 是这个样子 它是这样的气质 比如说以前我就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思琴格乐》 一站到台上 他在唱歌中间 但凡有一点点音乐的时候 他会再歌再舞 以前我不理解 现在我知道了 原来他是学舞蹈出身 另外我们说 为什么这样一个瘦弱的身躯 每次在他的歌声当中 都会有那种惊人的爆发力 我们知道了 你在追梦的过程当中 有多么的艰难 有多么的艰辛 你也有多么的坚持 感谢 为什么今天在 这个独白的过程 最后部分 要唱一首《新娘》 因为《思琴格乐》 渴望爱情 但是有一句话是《思琴格乐》的八字肺腑的话 将来找或者未来生活的榜样是红果果绿泡那样 对 就是他们特别淡定 每次都是 我从来 对 我从来没见过他俩那种 闷闷相像那种吵架 你不说我真不知道 他们俩是这个 就是老公老婆的关系 我一直以为你们是金兄妹 杨花 这么装有意思吗 帮我们主持婚礼的事 忘了 一会我就请你们俩上来 为了让《思琴格乐》可能开心一点 我们聊点愉快的话题 听说你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爱好 对 而且我的那个爱好 可能别人听起来都挺闷的 就比如说我每天喜欢写诗 喜欢写诗 写诗 然后发表在我的那个博客上 不是 微博上 微博上 每天写诗 然后我也喜欢手工编织东西 织毛衣 不是织毛衣 我什么都织 我织靠垫织群 这个后面照片 对 包括 你们家瓶子都穿袜子 对 我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通过我这个手工编织 然后我让我的家变成一个手工编织的博物馆 所有的人一进去看 这都是你自己一针一针手工织的吗 当然 包括我现在穿的裙子 很漂亮 我但凡是个女的 这我就要了 其实我作为这个综艺频道的一位主持人 我的定位绝对不是一个挑事的主持人 绿泡你看人的女的 你看你喜欢 会织毛衣吗 不 你先说嫂子会不会 不是 弟妹会不会 那种活怎么能让女人干呢 对 必须得咱们来干 咱们主持人就要面面俱到什么都会 没错 这样今天好朋友来了嘛 红果绿泡 咱们给请上来 因为思琴格尔勒也带来了一些他的手工作品 有请我们两位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的名模 给我们展示一下好不好 来有请 谢谢 欢迎 两位模特展示之前 那个思琴格尔勒给介绍一下 当时为什么要是这样的 我发现她觉得挺有特点 都是各种撞色 对 我喜欢撞色 没发现她跟我的裙子很大 这帽子就是这一款 对 这是一款的 好漂亮 他们还有非常有民族的风味 那要不我戴上展示一下 好 而且我们红果果绿泡本来就是撞色 我们这组合就是撞色 好可爱 我印象果果在私下她就有一个这样的帽子 对吧 她帽子太多了 好可爱 可惜我们的造型师了 这头发做了两小时 泡泡再给展示 这个是我没太搞明白 这个到底该怎么 这个怎么穿 裙子吗 也可以吧 其实吧 它可以当裙子 好漂亮 那你看你自己挑的这个 那就展示一下吧 这个男士也可以穿 是吗 怎么穿 因为它可以变成围巾 这还是一条围巾 真的好看 来来来 拍个照 既然二位都已经搭配上了 思琴格尔乐设计师设计的2016冬季新款的毛衣毛帽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里搭建成巴黎时装周的秀场 秀场 我们来一段走秀好不好 走起来 好 谢谢 我们看到的是私琴盘 毛裙子 掌声还要再热烈一点 非常棒 谢谢 来 那个泡泡 果果 你再把我牵上 好 谢谢 谢谢大家来到我的设计队 谢谢 谢谢我的作品 对 这个我们的设计师杨帆 特别好 我们著名设计师杨帆 所以我们很难想象 就是这种爱好 这种生活的人 他是在台上唱摇滚的 对 这恰恰表现出他内心当中非常温柔如水的那一面 也是他这个人带给我们的这种朋友之间这么好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其实也渗透到他的作品里 刚才我们在台下听他的作品 我很有感触 对 尤其是每一首歌都有他的这个特点 首先第一首是讲述他的家乡 那我们听众听了以后呢 就感觉真的来到了辽阔的这个大草原上面 第二首歌是讲私琴姐姐的这个生活 我们也了解了他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第三个讲的新娘 就让我想起我结婚的时候 他刚才在底下说 说要不咱们再结一次吧 真的真的 我一定去唱新娘 他要跟谁再结一次 跟我 其实啊 说到他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曾经在台下那一刹那有一个幻想 我说有一天 真的这个斯静哥乐不如婚姻殿堂的时候 特别希望在他的婚礼上听到他唱这首歌 对 算是一份祝福吧 送给斯静哥乐 谢谢 当然也要感谢果果靠好 你知道这两个人今天来现场住镇啊 真的不容易 我结婚的时候请他们俩就死活不来 亲一步出山 对啊 你的婚礼忘了是我们给主持了 谢谢 谢谢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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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期会儿还不请你们登山舞台 话说回来 生活当中有这么多的爱好 很静 其实我觉得 这套路了 其实你是那种很享受居家的那种女生 其实说是很享受聚焦 还不如说呢 我特别需要创作的时间 我喜欢创作或者是创造 而且你的歌都是直毛衣术 我喜欢写 我喜欢写歌 然后喜欢编织手工 然后我还喜欢写诗 所以这些时间呢 都是就是让自己的心灵 变得特别美好的时刻 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境 通过这种生活方式 为你的创作营造那种 有灵感的环境 对 是是 哦 原来是这样 还是你说的好 你看 今天你来现场 真的 因为我之前 录了一期节目 现场助阵嘉宾 是没有这么多的 说明司金格乐 真的好朋友有多 乐队成员也多 这样接下来给一个环节 你隆重地给大家 介绍一下你的乐队成员 好不好 对 这边是藏族的 一位小伙子 他叫才让 他拿的这个乐器 对 对 他拿的这个乐器是六行琴 曼陀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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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旁边这位是 维吾尔族叫 伊迪尔 伊迪尔 鼓手 对 欢迎你 非常棒的 我们国家这个 那个打队 嗯 他旁边的这位是 汉族的吉他手 叫贾琛 贾琳是刚才在照片里面有过吧 出现过吗 我没有往回头看 但是你刚才在讲故事的时候 这个不是那个男朋友 这个不是 哦 不是那男朋友 不是你们俩的事是吧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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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过去的事 现在就是你 好 然后这位是我们的这个马头行手 是蒙古族 曼陀 欢迎 不过当然啊 刚才我在台下坐的时候啊 坐在我身边的这位 你要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们还有一位新晋的隆重的 新晋就给加入我们乐队的一位 重量级的这个 成员 乐手 非常棒的 有请柏林老师 来 掌声 欢迎柏林 今天过瘾了吗 太过瘾了 说了好多话 我跟你说 每次演出 我都没看到台上这么兴奋 很享受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在下边也很享受 我在台上这个 跟柏林老师比起来 我是晚辈 不得不批评您一下 怎么了 您今天给斯金格勒助阵 你就空手来的 我们都给斯金格勒带礼物了 我给你准备礼物了 准备了 来把我礼物拿上来 还请助理给递上来 那当然了 这么大一包啊 你这是带着现金来的 我跟你说 甭说你 现场所有的观众 谁都没有猜到 我这包里装的是什么 就连编导都没想到 你猜 给你猜三次 我先提提重量 哎呀 这是什么呀 挺沉的 我真的猜不着 肯定不是方便面 方便面 不能 那是什么呀 应该是西拉面 你们猜呢 羊肉 羊肉 不会真是花吧 哇 哎呀 你喜欢吗 哎呀 我太喜欢了 你们都知道我爱花啊 不是 我们给镜头的 看下 我也不是挑事的人啊 你那么大岁数 给人送粉玫瑰 粉色的玫瑰 所以说我应该 光明正大地抱着 在下面等着给 你还想抱着人家 不是 你说哪有鲜花 搁在皮兜子里 都给它捂着 都抽搏了 都长毛了 为什么呢 我害怕人看着啊 我怕我老婆 不是 这么回事 你说都这个时辰了 说柏林开着车 到一家花店 买了一宿那么鲜艳的玫瑰 干嘛去给谁啊这是 所以说 我真是正式的跟你说 长这么大 头一次 给人家素莓 我给我爱人都没买过 那完了 真的 那张嫂子 但是没事 思琪 你知道哥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啊 我相信大家 对斯金格的印象 和我一样 他特别可爱 特别阳光 而且善良 而且我这当哥的啊 特别为他个人问题着急 你说这么优秀的一个姑娘 他怎么就 怎么 怎么还能这样呢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您的良苦用心了 所以说我这束花 代表所有的小兄弟们 所有现场的男士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男士们 大胆地表达你们的爱情嘛 我没错 借这一捧鲜花 送这个思琴格的一份美好的姻缘 也希望思琴格的像玫瑰花一样 永远那么鲜艳 那么美丽的 真棒 谢谢 谢谢 谢谢哥 你看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觉得光送花 已经不能表达你对她的支持 要不然接下来合作一下吧 合作一下 好不好 这一直我是梦寐以求的 他们乐队不带我玩 说我技术大 不是 技术差 技术大 有手风琴吗 给我拿着 我给思琴来一段 好不好 手风琴 还有我对思琴格日乐 为什么就是接触这么多年 没有经常的在一块剧啊 因为我对她的名字就有意见 我希望她天天乐 她格日乐 谁受得了 以后就要思琴天天乐 好不好 有点像我们希望台的节目名字 一个节目的名字 手风琴拿上来了 接下来二位怎么合作 不知道 熬包相会 太好了 你怎么这么知道我的心呢 有请二位 给我们来一首熬包相会 来 我帮你把花拿来 喂 嫂子 跟你反应个事 那个柏林老师给人送花 掌声 是屋的月亮 生上了天空游 为什么旁边没有云海 我等待着美丽的四清歌日落 你为什么爱不到来有空 如果没有天上的水 我等待着美丽的四清歌日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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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博龙哥 但是感谢博龙老师 谢谢 好的 亲爱的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非诚6加1》的特别节目 《非诚》新发布 本节目由德成珠宝独家 特约播出 德成珠宝只为更精彩 接下来进入到今晚的下一个环节 《真心话》大发布 在这个环节当中 很多问题 都是我们栏目组 通过调查 搜集当中汇总的 很多观众发来的问题 那接下来我们先从 第一个问题开始看 好不好 好 请出题 感觉喜欢摇滚的女孩都很叛逆 请问 斯琴格日落 小时候 你是不是会经常惹爸妈生气 其实没有了 我是一个特别乖的孩子 是吧 特别听话 然后老师特别乖的在家 是吧 问我姐姐 姐姐今天在吗 对 在现场 你好 我的亲姐姐二姐 二姐 大姐来了 大姐没来 还在西林波罗草原 那家里是姐三 我们是姐四个 哇 哇 这是过去的那个小的时候 来 最小的是我妹妹 然后她旁边是我 我刚想说让大伙猜一下 好吧 好 那是你妹妹 对 最小的是你妹妹 旁边和妈妈中间那是你 嗯 妈妈今年高瘦 嗯 今年七十八岁了 嗯 怎么说呢 我妈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个妈妈 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太太 非常时尚 非常的怎么说呢 非常的有心气 她永远对我们的要求都非常严格 比如说如果我哪一天穿的不漂亮 然后没有化妆 头发没有梳得很干净 她马上就会说出来 你这样的不好看 非常难看 你应该把头发扎起来 应该把鲜艳的衣服穿起来 因为我老是穿那个特灰色的衣服 我妈也是这样要求我姐姐 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妈自己呢 也是一个那种 穿衣打扮非常注意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妈 特别这个乐特的时候 永远都是美美的坐在沙发上等我来 这样 所以今天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吗 我想说 亲爱的妈妈 你一定要享受美好的生活 从你的窗户看出去 都是美丽的花朵 我希望你开心快乐 健康长寿 说得真好 既有那种女儿跟妈妈那种真诚的表达 而且我真的也能够通过你刚才这段表达 感受到你平时经常创作的这个力量 那句话组织得非常好 虽然今天老妈没有来现场 但是她通过视频也送来了一份祝福 我们一起来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四星人儿的母亲 我有四个女儿 我这四个女儿非常的好 我把这个四个女儿 称作是四棵长青树 而且是我们家的四棵铁柱子 因为这个房子没有缺了一个 她就倒 我那四个女儿确实挺好 另外我那个三女儿叫四棵铁柱子 她是歌唱演员 她呢这个 在家里头也照顾各个方面 照顾妹妹啊 还有这个从上从老到小 都是她的管理 另外呢我也谢谢大家 多支持个人 感谢大家 不行吧 哎呀 妈你太棒了 这个能感受到阿姨 其实精神状态还不错 嗯对 也能够感受到真的四棵铁了 是妈妈心中的骄傲 但是刚才我们这个 这个观众问的问题啊 是喜欢摇滚的女孩都很叛逆 你小时候这一点都不淘气吗 就那种特别安静的吗 在姐妹里面 对我一直都是特别安静的那种 只是对我的二姐例外 我老是黏着她 就是每天都黏着她 就到了她谈恋爱的时候 我也黏着她 我就跟着她 她说 三你能不能在家待着我 我出去玩一会儿 我说不行 我就要跟你去 她不行 那是不是你这个姐夫 能够进这个家门 也是通过你的考核之后 对的 我能做到什么样 你知道吗 我能说你不带我去 我就告爸妈 那时候她很小嘛 就开始谈恋爱 所以她就没办法 就带着我去 他们俩看电影 我坐中间 骑自行车我坐前半 反正我不管 你不带着我 我就告爸妈 就这样 所以我二姐也是 对我非常溺爱的 一直小的说 我就跟着她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一位观众提出的问题 因为刚才我们也 确实是聊了 四星热热是从 舞蹈演员 变身为乐手 那你又是怎么从乐手 变成歌手呢 为什么呢 其实也是因为爱 因为爱情 因为爱 因为对音乐执着的爱 真的 其实那个94年来到北京的时候呀 我就 已经创作自己的歌曲 但是有一天 然后 我随便试一个歌 完了 有很好的音响 排练的时候就说 你试试这个吧 这什么歌 说一个带猛族风格的歌 说有点长调的感觉 就是让我唱吧 我说唱这个 我说我唱不了 我没那么大声 我说你试试吧 然后我就唱 一出声把我自己吓了一跳 我以为你要唱 你唱的是哪个歌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 但是是那个很亮的声音 加上那个排练成 有点类似于山歌 好比春江水 有点类似那种 比如说 就类似这样的吧 然后我唱完了以后 我觉得 我能出来这个声 从那以后我就开始 我觉得我也可以作为一个歌手 今年春晚的一段那个视频 我们来看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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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